以色列二十四號針對加薩哈馬斯 發動了四百次的空襲 巴勒斯坦官員表示 一夜之間超過七百人喪生 也是自以色列開始攻擊以來 二十四小時內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 將孩子的小腳捧在手掌心上 不停地親吻 這是最後的告別 下葬前 父親拒絕將女兒的臉蓋上布 因為犧牲的烈士 應該被看見 以色列表示二十四號針對加薩哈馬斯 目標發動超過四百次空襲 殲滅哈馬斯指揮官 擊中正準備向以色列發射火箭袋的 武裝分子等 許多名只要被摧毀 有人被埋在瓦利堆下 巴勒斯坦衛生官員表示 一夜間數百人喪生 絕大多數是婦女跟小孩 醫療設施也因轟炸破壞 電力不足而關閉 這意味著一旦以色列軍隊在坦克大炮就緒下 發動預期的地面作戰 以粉碎哈馬斯的進攻 加薩的死傷只會更慘重 以色列表示不是把百姓當作攻擊目標 是哈馬斯利用平民當掩護 哈馬斯表示二十四號上午再度發動一輪新的火箭彈攻勢 哈馬斯駐守黎巴嫩的代表說 這是種族滅絕戰爭 呼籲停止轟炸加薩 阿拉伯世界 伊斯蘭國家跟聯合國 應採取行動 當天在靠近黎巴嫩邊界附近 目擊到以色列坦克出沒 有伊朗在背後支持的黎巴嫩真主黨 與以色列武力對抗局勢以緊張至極 雙方幾乎每天都在以離邊境交火 以色列戰機最近幾天還襲擊敘利亞 黎巴嫩以及約旦河西岸目標 公事先玩黃越林便宜